Hello 各位同學 我們在製作彩妝時 都會用到不同類型的顏料 其中有一種叫做天然礦物色粉 大家會發現它有很多顏色的選擇 而且它本身帶著閃閃閃的效果 究竟這是什麼呢? 自己能夠混合出來嗎? 我今天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我們用的顏色粉 你看到有閃閃的像珍珠的顏色那一類的粉 其實它大部份都是雲母粉 雲母本身都是一種礦物質 在石頭上開採出來的 它本身帶著天然光澤 但它比較透明 所以塗上皮膚之後 就不會有明顯的白色出來 反而有閃亮亮的感覺 如果我們想做到一些有效果 或有顏色的話 我們就需要在雲母粉上面做一些加工 這些雲母粉本身是薄片狀的 它會有不同尺寸 有些大一點有些細一點 而如果我們想令到這些雲母粉有顏色 顯得出來的話 我們就需要做一些coating 在它面上 就是coating兩層東西 第一層就是白色這一層 就是二氧化鈦粉 就是我們平時做防曬的一樣東西 它本身是白色 而且是不透明的 於是我們做了這一層coating之後 就可以做到一個折射 或者反射紫外線 或者是普通的光線的一個作用 令到這個雲母粉變得不透明 第二樣我們再要在表面外面 再coat多一層不同顏色的一些氧化鐵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顏料都可以 但常用的是比較多用氧化鐵 氧化鐵會有紅色、黑色、黃色 我們做了這一層coating 或者混合幾種顏色來coat 就可以做到一個不同的折射效果 於是可以得出來的那種色粉 就會是不同顏色 所以大家如果純粹自己 把這三樣東西混合起來 是做不到那種天然礦物色粉的色澤出來 因為我們自己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層coating 所以其實混合在一起 效果完全不同 而我們這一類的天然礦物色粉 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名稱給它 其實叫做一些Effect Pigment 即是叫做一些有不同效果的顏料 所以大家下一次再選擇這些色粉來做採裝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這幾樣東西了 即使天然礦物色粉也會有一點點閃亮亮的效果 另外這些氧化鐵、氧化鐵 它本身不會閃亮亮的 它是比較實色一點 而且沒有那種光澤的感覺 希望大家下次再選擇色粉 就可以選擇到你心愛的顏色 謝謝